大家好,我是丽莎 现在是夏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有些花浇水一定要及时 或者就非常容易缺水而死 比如说我花园的这五种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龙土柱 它开花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夏天养护的话 浇水一定要及时 如果不及时的话 它的花朵和叶片是非常容易翻面的 第二就是这个绣球花 它的这个花朵和叶片都是很大的 所以蓄水量大 在夏天浇水一定要及时 第三就是这个小木槿 它在夏天是疯狂的生长开花的 所以蓄水量很大 像我的这两盆 基本上每天都要给它们浇一次 第四就是这个茉莉花 大家都知道这个茉莉花是越晒开花越旺 可想而知 如果缺水的话 是不是容易晒水 最后就是这个稚子花 它也浇水 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洗水 而且夏天还是它的生长旺盛期 洗水量非常的大